4回圈大概他的逻辑 他的回圈叙述如果根据UIL活动图的话 也就是你这个进程开始 然后到这边 初始词 初始词之后的话呢 进来之后 他会有一个 这个条件 条件部分的话呢 如果I大于15的话 就进入这个 进入 这个 程式 这个程式里面要做什么 Total要加上I 加上I 然后呢 条件的话I部分呢 因为他是回圈必须要递增 所以递增这个是一个递增I加加 就I加一的意思啊 然后再回到前面I加一之后的话 那本来I等于0就变I等于1 等于2等于3 一直4一直5一直到什么呢 一直到条件I等于多少 I等于 15的时候 然后这个条件会怎么样 I若等于15的话 如果是15 他有没有大于15有大于没有 只有相等嘛 除非说你是大于等于15的话 那还会进入 如果 没有大于的话 他就跳 跳离之后的话 那这个程式就结束掉 所以 凤回圈的主要的他的结构大概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呢 我们会需要有三个条件 特别注意啊 凤回圈必要有三个条件 第1个的话就初始值 第2个的话就是 结束值 初始值结束值 然后呢 你要递增你可以加加 或者加2加2加2的话就是2 就是 隔一个嘛 加3也可以 或者是减减 减减的话就是相反 越来越少 少的意思 加加减减 其实都 这个部分都是可行的 那一般当然是往前 又往后的 所以呢 这部分的话 程式要怎么撰写 一般的话各位可以看到 基本上4的架构是这样 4 后面的话刮虎一定是个刮虎 刮虎里面的会有三个东西 初始值 条件 跟他的累加 是i++或者i- 这边是i- 然后呢 后面加上一个大刮虎大刮虎就是 如果 这个条件哪个条件的这个条件成立的话 就会进入到 这个刮虎大刮虎里面 其实你只要看到大刮虎我的理解就是 去做什么事情的意思 去执行某一段城市就是在大刮虎里面 去做什么事情 OK 那会有个初始值条件 跟他的 是递增还是递减 是加加或减减 那加的话可以是加加是加一 也可以是加二加二的话呢是 这个 每 每个间隔 OK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后面有个范例程式 主要就是呢要让我们去计算那个累加的部分 累加部分 那请各位看一下这个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再次赞 订阅 转发 打赏